终于看到这位新邻居的真面目了 其实我挺佩服这对小鸟夫妻的胆识 他安家的地方就在我们家玻璃桌上方 这两只鸟也够仗义 这小月住的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 可院子里从来没有发现有一粒鸟屎 像比特最近正在跟他爸学摔跤 不过他经常会忘记姜还是老的辣 为了非凡这爷俩的注意力 我老公找了一根豆猫棒 看看家里这四只猫的反应 到了直接无视豆猫棒的存在 秋香就不一样了 永远像个孩子 曼琳的操作有点费解 啊 真正的猫孩子来了 比特看到多猫猫 简直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哎 你别咬了 给我松开 给我转好了 这玩的高兴呢 来了两个人 说要给我们家安个充电桩 搞得我一头雾水 我两个月以前你对面上电动车 本来想给你一些惊喜的 我跟你说就不会生气了 听他这么一说 我都有点小感动了 我俩是07年认识的 都出生在农村 也算是没当户对了 直到结婚那天 上方父母都还没有见过面 我妈经常说 只要他对你好 其他的都不重要 就这样 我们在小月简单的举行了婚礼 刚结婚的几年 日子过得很拮据 但是我相信艰苦的日子很快会过去 因为我嫁给了一个有丧尽心又顾佳的男人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 日子会越来越好 �� 稳 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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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 你 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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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 如果Allah